今天他來了 特製工作室的冰掌砍頭 有沒有看到這兩箱真的是超級巨大 一箱是20公斤 一箱是10公斤 總計30公斤 那我們看一下彩盒 上面就是有印有冰掌的大臉 側面 然後兩面是都一樣的 再來看看他的零件回合圖 老實說看起來零件真的超級多 感覺就是會很不好組 組裝過程是不太好組啦 但是也沒有到很難 就很矛盾你知道嗎 不好組的地方在於 他真的有那種超多的那種圈圈特效件 需要找一下 他的洞口又是超級小的那種 光是他氣旋的地方有沒有 就有1 2 3 4 5 6 7個氣旋 就除了這個圈之外 其實其他都蠻好組的 有個小訣竅 就是你先把所有的紫色特效件找出來 然後呢 把有磁吸的地方 這邊先用上去 剩下的呢 就依次插入前面 這樣最困難的地方就完成了 裝完這邊啊 你幾乎就可以宣告組裝完成 極度舒服 這支啊是還原動畫中 第三季冰掌砍喉的名場面 我看到他實體之後啊 我真的覺得他做得非常好 那為什麼我覺得他做得好呢 可以分為幾個面向 首先是他的動作設計 非常具有長力 授具直接張開雙臂 以拉弓的姿勢蓄力 準備把右手的石頭丟出去 但在電光火石之間呢 授具的手上就多了很多 灰砍的痕跡 啪啪啪啪啪啪 眼睛呢也瞬間被開到噴血液 以透明劍的形式呢 做出噴劍的血液 那在冰掌劈砍的軌跡上啊 除了加上一些白色的爆炸特效外 在授具的著手處啊 有立體進入裝置 產生了螺旋氣旋 以一圈一圈啊 極附動態感的方式呈現出來 就是要強調冰掌那個 螺旋陀螺的威力 在地台兩側啊 這個藍色的刀光 它是以縱向的方式劈砍下來 除了更占位之外 它其實也讓整體的力量感更上一層 旁邊的房屋啊 它也是有被做出橫切的畫面 而冰掌的手腳呢 也是有做出極致的拉伸 刀上的血液呢 也和揮刀的方向一致 向上延伸 連接刀的繩索啊 也因為在這混亂的空間中 交錯飛舞著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設計啊 真的是動態感十足 力量充沛 畫面流暢 然後工作室啊 也有自行加了一些小巧思 像是冰掌周圍被砍倒的建築物啊 為了展現出冰掌的勇猛 不然我記得當初因為很難打授具 是因為它周圍都沒有建築物 光是要靠近它就很困難 另外還有一點改動很棒 就是它這次沒有加上那個 動畫中那綠色的煙霧感 反而是加上動畫中 更含糊呈現的藍色刀光 不過這樣的顏色搭配啊 反而讓整尊的色彩更加協調 你想想看啊 如果是加上綠色的煙霧 嗯 好像有點乖乖的 變成整個綠油油的青青草原 而且這樣的改動啊 也不會扣上一個不還原的帽子 只能說它側重還原的部分不一樣 然後這是冰掌的頭雕 然後它給了足足有三個 一個呢是乾乾淨淨的正常形態 一個是完全還原動畫的寫字頭 另一個是介於兩者之間的寫字教手頭 這也是我最喜歡的頭雕 然後還有額外附上一個頭雕座 這個頭雕座特別的地方啊 就是它角度有點斜 所以你是要從下往上看比較好 我覺得這次的面雕 可以說是這支座最好的地方 它的臉啊 不僅是我目前看過最還原的冰掌 而且它並沒有被這個後面超大壽具搶走風頭 反而目光呢還是會距離在冰掌身上 更甚至可以說後面的所有特效件 都是為了襯托冰掌而存在 根本就是買冰掌送壽具 還附贈一個超大的地台跟特效 這也是我覺得這支很厲害的地方之一 把場景做很大很震撼 富有動態感 又不會讓主角目光被搶走 做工細節也很不錯 冰掌身上衣服的皮革感都做得很好 手上的刀是金屬 然後它立體就用裝置的做舊感也很到位 吉克身上寫字也做得很好 它是有做出那個切面的傷口上 然後加上透明特效件這樣噴灑 指甲處也是做得相當寫實 然後嗯 很鋒利 然後它地台上啊 有做出我們的精神象徵團長 你這樣稍微轉動一下呢 它就有種 冰掌騎的馬來奔跑的感覺 旁邊呢還加上一些冉冉生氣的戰火 中間啊還有加上這個很漂亮的自由之翼LOGO 除了這裡之外 它後面還有一個更大的自由之翼LOGO 這 那配上我們的JR團長呢有沒有 整個場景就還原出來了 不過這支還是有一點點的小缺點 就是我覺得它特效件的銳度不太夠 很多紫色的氣旋特效件啊 看起來都糊在一起 就是有一種粗糙感 然後灰坎的綠色透明件啊 只是塑膠感有一點重 不過好在血液的特效件看起來還行 咒劇的毛流感啊 只是顯而易見的 嗯 我覺得不太好 嘴巴的牙齒啊也是有點不夠立體 然後這支還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它其實有點角度限定 但你講好一聽一點呢 你就是喔 這邊也可以有沒有 正面也可以 反面也可以 但講難聽一點就是 有點嚴重的角度限定 而且它還不是那種單純的一般角度限制 就是你可能要移過來一點就不行 移過來一點就不行 它是如果你想要看到冰掌 你就得犧牲受距的正點 如果你想要看到受距的正面 你就得犧牲冰掌 所以基本上呢 你怎麼擺都不可能同時露出冰掌的臉 跟受距的臉 不過我也能理解啦 我也維持那種揮砍的流暢性跟一致性 還是必須要有一點取捨的 不然他們大可把這個受距的臉轉一個方向啊 不過擺同一個方向 好像就有一種很不連貫的感覺 很像就是他們在不同時空在做這件事情 總的來說這支的預購價是 18500尺寸來到了高69公分 寬70公分 深45公分 那以這樣的價格跟尺寸來說呢 我覺得CP值算蠻高的 雖然有一點點小缺點 但我還是滿滿意的啦 動態感跟設計啊都非常對我的胃口 尤其是它的面雕 我覺得應該真的是市面上最頂的 那我們的冰掌呢 也就擺在店裡的這個位置 你看終於跟團長相聚了 那我覺得這支冰掌啊 蠻適合擺在上層的 因為它角度的關係 上層比較看得到它的臉 那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在我的店裡看看 也可以看到我其他的收查 最後我是陳祥妹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